人类充萬鳳川每逢調教 因為大學組織在教頭紀做的徒舊流失 所以調教去一邊 因為調教是佛羅基民農業政做重要的出執道 因此人类充公所約冠軍選舉官貴協助來進行守候 對助官僚臨民情也親身來到現場了解狀況 對此時要先進行求求儀館也表示 將會向中勇進出經過來進行調教的徒舊 出一邊了 走起來才會感覺 走在調教中 明顯就能感覺到調教去一邊的狀況 走向調教頭也能看到救命貓的現象 這邊陷下去了 陷下去了 陷空嘛 陷空就下去了 這個陷空就下去了 所以他們也固定在拉這個橋啊 人类充萬鳳川未向調教 因為大好關係太順 人类充公所特別尋求官府協助 官長臨民情非常關心 特別來到現場探討 下面的橋墩還有上面的有掏空 它那個橋那邊有線下去變形 所以要把它放掉了 這個比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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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比較明顯 人类充公所管長臨民情 水面調教尋順的情形 主要是因為大火 作成橋頭紀祖土舊流星 才會率地調教嚴重尋順 整個棉岩吊橋那個橋墩 那個邊坡的保護 擋土牆 都已經 已經 往外面移 都已經破壞很嚴重了 像這樣的一個橋墩破壞 我想這個不趕快修 的話 對棉岩橋會造成很大的危害 管長臨民情也因為這個情況比較嚴重 必須要來趕快修修 必須要造成全民通行事的危險 我們會盡力地來先用搶救的方式 先把橋墩把它保護好 來報情這個園民會 來補治經費 盡快地來把它搶修 如果不盡早搶修 這個越來越嚴重的話 對整個棉岩橋的結構 會有很大的損害 這班吊救是萬風船民 和路水桂對外政策重要出入交通 管府獨立行進行 秋秋保共議員 也將向中央政策經費 來進行福建工廳 接著王家先採訪報道